全球的景气复苏油价维持在低档 原纳保华重金院策略分析师严成辉表示 在农历年之前 美国股市和大陆股市渴望维持多头的趋势 因此乐观看待今年台股行情 迈向2015年展望新年趋势 综合各主要预测机构看法 国内外经济渴望持续成长 全球经济成长率提高0.5到0.6个百分点 其中美国甚至年成长1个百分点以上 油价维持低档 原大保华中金院策略分析师严成辉 乐观看待明年台股行情 所以我们做过一个研究 其实从1981年到现在为止 到2013年 其实台股台湾的金融市场 大概有10次曾经发生 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比去年来的好 物价又是低的情况 这10次里面 其实股市上涨是达到9次之多 平均的涨幅将近有三成这么多 全球央行相继维持货币宽松政策 有利外资资金支撑亚洲股市 企业获利持续好转 加上政治风险不高 但是中国经济成长持续减换 牵动传统产业的出口 间接影响2015年台股气势 当入股上涨非常凶的时候 那基本上台湾的资金 那成交量或者是外汇市场 其实我们都面临到一定程度的持续效益 那甚至就是说当这两岸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台湾其实缺少题材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对台湾在某个程度上 当然我们有相关的概念股 但是其实对我们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综合整体国际金融情势来看 在农历年前出现预期外的国际金融利空 冲击到国际股市的可能性不大 美股及陆股渴望持续多头趋势 有利台股圆越行情表现 戴君尹成绩位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